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军秘密的网络作战部队 滋通电军 惊传五名军事官 近期被以所谓内乱外换嘴侦办 原来这五名军事官 在台军2017年汉光演习中 扮演假想敌 负责攻击军方计算机信息设备 但演习结束后 军方计算机仍持续遭攻击 甚至有部分资料遭下载 因此台调查部门接到报案 介入调查 但是官兵却秀出奖励公文喊冤 称所谓内乱外换嘴 根本是莫须有 他指出台军自通电军 每个月本来就会举行例行的 网络攻防演练 绝对不是外界所说的 他们觉得好玩 我可以很肯定说这个不是好玩 如果好玩的话 就不会有那些奖励 依据命令嘛 执行到公防演练的计划 去做这件事情 不止如此 涉案官兵还传出 当初通知调查部门介入的 还是台军方的自己人 台军参谋本部联姨的人事次长是 是不是这样子的奖励呢 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渗透单位其实很 也有其他啦 不是只有人次事 但是对我们有提告就只有他们 所以有什么遐想 嗯 对 有台媒披露 该人是次长室被黑之后进行检讨 觉得脸面无光 但台房务部门表示 部分情节与事实不符 由于试涉房务机密 案件已移送台所谓高等检察署侦办 目前正有检调持续追查中 的 Saat 哦 我兴建访 感谢观看